其实我们在谈转型政议或司法改革的过程当中 政经现实比其实要强调一点 就是法律的一体适用性 如果司法成为政治的打手的话 那会破坏这个司法程序 或是这个标准的公平性的话 那么民主跟法事的根基就会遭到破坏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来看到 有关于陈水扁的这个事件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什么情感和好物先放一边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最新发展 陈前总统没有踩中间的红线包厢会客 在这个情况之下 让民进党松了一口气 柯信明说这是圆满结局 然后这个蔡依宇也讲说 好这个在人群上是一大步 但接下来不管是蓝的绿的 在这里就开始讨论要不要特赦的问题 不过我们接下来也看一下 有些人在见点欣喜 那么也在进击 是不是也在挑动这个 这个好物当中的一种蓝绿的神经 我觉得也不乐见 在社会中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贬义动怒了 没有水准的报道 在这个时候却看到了 是有媒体之一 陈时扁在北上高铁列车上 看到媒体摄影机拍摄 就故意伸出右手假抖动 结果使得这个高雄长庚医院的名誉 副院长陈医师 陈顺盛 他就说 其实你知道这个手抖动 在这个脑部病变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 这个很典型的一种症状 然后呢他说这是一个事实 而且北融台大团队都检查过 做过这个震战图的分析 每秒抖六次以上 这就是这个症状 我想请这位记者 请你一秒抖六次 给我看 怎么抖啊 如果不是这个症状 怎么抖怎么假 还有就是手抖是罹患 类似帕金森氏症的症候群 怎么会有这种没有水准的报道呢 好 已经完成监局任务了 他说犯率叫好 泛蓝颇分 我习惯了台湾媒体的水准 就让人有一点难过 洪志坤在这里也在讲说 这个台湾的媒体会不会太适血 社会分裂的推手吗 联合报这位记者 他不懂请你去请教医师 不要用这种毫无人性的方式 写新闻 他的右手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好 在这个报道当中 他在引述说 他走进高铁的时候 右手不断的抖啊 可是当我发现 他坐下来的时候呢 怎么跟他医生 在聊天的时候又不抖了 结果的镜头一来 他又抖了呢 他请你看清楚 在这个时候 陈坚总统是用他的左手 压住他的右手 所以他才没有懂 暂时压住 在这个状况之下 所以洪志坤就说好 下医师会用左手压住右手 这些在医疗报告当中 早就记载的清清楚楚 所以呢 这根本不是记者所影射的 看到镜头就故意假抖动 对来这个施承 有没有可能一秒钟抖六次 有人失败 你那是六秒钟抖一次 对 我觉得如果说他有科学的论据 那是记者的报导 自己本身要必须要去负这个责任 那我讲难题 就是这篇报导出来以后 当然有所谓的医学人 但是我跟你讲 信者恒信 不信者还是很不信 因为陈坚总统本身就是个政治人物 他不是个医学的常识 也不是个医学的单纯的病人 就这么简单 所以社会病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社会 在政治氛围里面病很久了 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要另外在设专章讨论 我说我们现在就陈水扁这个事情 来论陈水扁这个事情 那我们不就他的病 他的病已经不用再讨论 因为他已经出来 已经保外就医了 所以这个病就不用再讨论 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病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现在保外就医之后 请问你能做什么 你有些东西是不不适合做 如果我们现在讨论人 对不起 我不想用人权这两个字 因为只是陈水扁的个案 因为要讨论人权的话 在北间中间南间 台湾的监狱里面 有很多这样类似的人 那才叫人 如果一体是用 那叫人权 那陈水扁是个政治人物 我同意政治人物在世界各国都个案处理 我只能这样讲而已 那不要去污蔑他 我觉得这我也同意 那怎么就陈水扁这个情况 你保外了之后 你怎么适合 你知道吗 彭匹刚刚讲的我的心思 现在很多东西不是讨论层次 他现在民党的执行层次 现在陈水扁要去哪里 不去哪里 都拟法务部 你中间说了算 所以现在是你们要决定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 这边讨论没有意义 那至于他在参会上面怎么表现 到底他适不适合去参会 这就是大家讨论的东西 那你在参会上怎么表现 我先跟报纸说 这个是argue出来的 你知道吗 只有陈水扁在政治任务 可以argue这种 我在保外就议 我可以怎么样 你一般人违反规定 谢谢 回去了 这个好 师承 我昨天我是晚会的主持人 那我在主持之前 我有进去小包厢里头 我跟大家描写那边的 状况好了 首先没有媒体在里面 第二 你就算是进去的人 对不起 你不能拍照 否则怕违反规定 严格到这样 我看到状况是什么 我在里面待了半个多小时 我告诉各位就是这样 右手就是这样 不自主地一直抖抖抖 所以当我看到媒体报导说 他在媒体面前 故意这样抖的时候 我老师我那个心情 是非常非常不平的 我觉得这些人有点同理心 好 那这个阿扁是政治人物 刚刚金鱼问了一句话 这社会是不是病了 我觉得是 已经到这样 还在操作恨扁吗 阿扁的历史功过 我们要需要一些客观的评价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说 在这过程当中 陈水扁没有被一定程度的妖魔化吗 我曾经老说阿扁那时候 那些案件刚爆发的时候 我非常不能谅解 我非常的难过 我觉得他辜负了民进党 辜负了本土力量 辜负了台湾人民 可是老实说 当我后来看到整个 审判的过程里头 包括特征组的教唆伪证 包括检察官一直排开 说不办下来就怎么样 包括种种的一些作为 我觉得有点太over了 后来当我知道他在北索 受到什么待遇的时候 我现在讲出来 各位来看看 你说政治人物 大家只看到说 因为是阿扁 所以法外通融 让他可以在参会的小包厢 可是你知道 阿扁在北索 是受到什么待遇 一般受刑人会这样吗 他是一个卸任总统 可是你知道他怎么样 他在北索 阿扁是没有生物时钟的 他顶上有一盏灯 是二十四小时亮着监视着 而且一个摄影机 二十四小时 包括上厕所 他连上厕所都要被盯着 为什么要这样 怕他自伤 而且那个情况之下 会造成一种类似虐待 精神的状态 对 我跟你讲 他二十四小时 他是日夜根本没有知觉的人 這第一点 第二点 我请问你 到最后他说 那他可不可以申请八个小时 到工厂做工 人跟人之间需要互动的 對不對 不准 因为说害怕安全事故 我问你 如果我做的是你 你拐一件房间这样 不准让你跟人互动 会去笑 更不要说他以前当总统 好 第三点 是被媒体也披露过 那时候看他是不是真病 还假病 还给他灌水 有没有 所以 我请问一般受刑人 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吗 而他是一个卸任的元首 有必要对一个卸任元首到这样吗 我坦白说 我觉得非常的野蛮 非常的残忍 蒋介石以前对待自己的政敌 会这样吗 他对孙力仁会这样吗 南韩 我老实说 以前的拳斗患 杀了多少人 结果呢 有这样子吗 后来的卢泰宇 有这样子吗 你对陈水扁 你们口口声声说 好像给他特权 可是为什么不再看 这个审判过程当中 有多少的程序不正义 乃至于他在北索当中 受到多少不合理的对待 有需要到这样子吗 也因为这样子结果 你知道吗 埋了一个鸿沟跟仇恨 那是撕裂台湾 我请问你 这是你马政府的德政吗 所以今天陈水扁的东西 他变成一个 你知道吗 那纠结在内心里头 那个一个深处 那变成一个大家集体的伤痕 如果这一切是按照司法来 是按照公平正义来 是没有用一种政治道斗争 乃至于仇恨的手段 今天会变成纠结到这样子吗 可是今天居然还有媒体 继续在这样操作仇恨 我必须要讲 真的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也非常非常的遗憾 我可以回应一下吗 两点 第一点 如果中间的这些作为 真的是马英九这个指使 我们踏伐他 黑组 专案小组调查 是不是故意针对陈水扁 这样把他搞得精神病 我觉得这个鞋铁铁铭论 北索 北索 不管怎么样 这些事情都是确实的 确实的 确实的 他到底是 他的土制到底是 我偏移情是说 我真的怕他自杀 所以我已经看不到 因为我摄影机可能不是 没有红外线 所以我用一张照片的灯 可是没有想到 这个陈水扁忠 他的生物失踪怎么样 我们去做主案想法去调查 如果真的是 就把相关的人叫过来 你这是马英九之士 我说马英九之士 師承 我們用幼稚園學生的邏輯 怕陳前總統自殺最簡單方法是什麼 一個人陪他 會怎樣 我不知道 不會怎樣吧 彭P這是常識問題 一個受刑人 他在北索是屬於收押禁見的情況 他不是判刑確定 看守所收押禁見的人 的確依法不能有人跟他同居 因為怕他串陣 好 可是問題是 他要怎麼自殺 我問你 第一 他沒有力氣 第二 他連鞋帶 皮帶都沒有 OK 所以阿黃 我要講 牆壁是軟的 對 你撞牆也撞過去 你隨便找一個人 他要怎麼自殺 竄什麼證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特別的給他一個 二十四小時的這個camera 這不也是特別嗎 如果他是特別的話 那真的怕他自殺 就特別給他一個人陪他 而且燈光二十四小時照射 其實這次已經是 我跟你講 你的吞黑機器 這個程序有不一樣 到底是處置不當 還是故意整理 你懂我歷史嗎 那如果故意整理 你就找出來檢討 因為現在不是 我再討論 再講一次 這現在不是討論程序的問題 現在可以拿出來檢討 他的意思是說邱泰山 你為什麼不查 就是查查看 真的如果故意整他 我們要還程序美公道 還有雲美 對不起 雲美剛剛講的更重要 就是那個司法程序 如果程序有不法 程序有瑕疵 現在抓出來檢討 昌出辛普申案 為什麼判無罪 因為他的證據有瑕疵 有一個人做偽證 全世界都知道 他殺了 殺了 殺了 殺了老婆 可是因為證據 所以我們這個程序非常重要 現在不是討論的程序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這個現在就要開始調查 我們要求邱泰山 就要開始調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凡事用把看陳水扁的問題 都當成政治事件來做處理 那很簡單 全世界那麼多國家 像剛剛妹妹所講的 韓國對於血液的嚴守 有觸犯相關的刑事案件 或者法律案件 他們是怎麼處理的 但是我們卻把陳水扁的定位 跟一個犯人 一般的一個犯人一樣 做這種做法 難怪外界會有所知 國外有相當的經驗 你可以採取同樣的做法 用那種比較類似暖鏡的方式 讓他有獨立限制活動的一個空間 而不是在監獄裡面 造成更多的問題 但是馬英九從來不這麼想 就是要把他關起來 我覺得那個過程是相反操作的 對 這個就是一種 讓外界覺得 這就是一種故意的 就是要整人 因為國外有類似的經驗 臺灣沒有 但是你可以看國外怎麼做 第三個 你可以把它當成政治 但是身體的問題 既然有醫療小組的相關 醫療檢驗報告 不管是 不管是北容的 或者其他的醫療檢驗報告 這些難道是假的嗎 何需要用這種 故意挑起仇恨對立的方式 再來激起更大的爭議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值得的 我先說我們現在社會上看到的陳水扁 是已經被過度妖魔化 所以現在包括很多中間的 不要說藍色的 中間有很多民眾都覺得說 對他不錯了啦 已經很人道啦 那放他出來 其實因為大家接受到的訊息是他把陳 已經很遠被妖魔化 就像剛施誠說可以有證據說是馬英九下命令 要這樣子對陳水扁的嗎 馬英九不必下什麼命令 因為在當時馬英九所發動 所推動的全面性的從媒體評論 一直到這樣子調查的過程 全部把陳水扁妖魔化之下 自然的一些檢察官 那些法官 包括監守的這些人 他就知道該怎麼做 我再講最惡劣的 我講一點 說不讓陳水扁下到一般的工作房去工作 他說是為了保護陳水扁 他說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是怕其他犯人會看不下去 說陳水扁貪污 要打陳水扁 說是為了要保護陳水扁 你看 糟蹋人到這個地步 那麼陳水扁受到的待遇 不是在北所而已 坦白講 先前他被關了六年 我跟我同組的江世民議員 我們去看了他八次 他北所之後到桃園先鋪 就是大家剛剛講的 二十四小時監控他 這樣才會讓人自殺 不是嗎 這個是最糟糕的一點 還有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扁辦是真的沒錢 他因為陳水扁跟他家裡的財產 全部都被查封 被凍結 對 被凍結 那麼他真的是沒錢 其實他這幾年來 歷年 我就講這去年就好了 同樣這個時候 去年同樣這個時候 他們辦募款 那每年這個時候募款 不是為了陳水扁個人他有什麼開銷 是 大家想想看 在過去馬英九二整陳水扁的一段時間 陳水扁卸任總統的領域是零 你想想看 卸任總統你好歹要有個聯絡的 有個 起碼一個秘書 一個事務官吧 一個聯絡的點吧 你設個辦公桌 設個電話 有個秘書聯絡這些事情 不是這樣嗎 他對外的通訊的管道不是這樣嗎 現在的扁辦就是這樣而已 大家可以想像嗎 扁辦大概我們這個攝影盆 十分之一大 那擺一張辦公桌 一張辦公桌 就一位鄭小姐 就真的是這樣 對卸任總統 所有領域全部取消 你看馬英九現在 吳敦毅現在 卸任總統副總統 他們是什麼樣的領域 一年超過五千萬以上 陳水扁零 沒半毛錢 那他就靠自己募款 這樣的基金會募個款 那結果社會上又有些人又發動 又要來把他妖魔化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 兩點後 一一點 我認為陳水扁跟他家族的人要棄場 就因為這個事情要頻繁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因為先前陳水扁被妖魔化的過度了 所以這個確實需要時間 第二點 我是認為小英總統是 一定要面對陳水扁的案子 怎麼處理 後續怎麼處理 而小英總統已經面對了 他已經面對 他已經著手有在處理 那我跟大家再補充一下說陳水扁的慘況 其實我認為他 因為我是長時間 那有近距離在觀察 我就舉兩年前去中間看他那一次 去中間看他的時候 那時候他待遇稍微好了一點 那我們去跟他談 談了大概一個鐘頭 就在那一個小時內 陳水扁就尿失禁兩次 尿失禁到你近距離 都聞得到那個尿燒味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讓一個曾經為台灣共慶過這麼多事 而他在任的時候 他的政績 我們來講個最難聽 功過相抵之下 陳水扁的功勞遠遠大過 現在他 大家醜化他的 你看他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GDP 平均都在4.5以上 當時我們的國家負債 借錢才三億七千萬 三兆七千億 那現在惡化成什麼樣子 被馬英九折騰的結果 那對一個過去 對我們台灣民族運動 有這麼長足帶領大家 這麼長足跨一大步進步的陳水扁 前總統有必要把他糟蹋成這個樣子嗎 我再一次強調他陳水扁前總統 現在他所花費的 包括他基本的一個辦公桌的一個小秘書 讓他做對外聯絡的窗口 這些都不是我們國家給他的任何卸任的領域 沒有他現在用的就是這樣子一年辦一次 這樣子很卑微的一個募款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社會上冷靜看這個事 我鼓勵陳水扁總統跟他的家屬 我們要爭一口氣 那麼要氣場 那要有耐心 同時我希望小英總統 既昨天這麼成功處理之後 能夠繼續再往成功的路上 去幫陳水扁總統的案子 做一個歷史的定義 也讓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中華兒女們 在大陸這片土地更新興之長 並因而對大陸產生更多的信心與希望 必能大大縮短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 他這一段話我強烈的支持他 因為這一段話 讓國民黨都少了十萬票 之前是民主的大陸 在大陸的經濟中 最活到的界面 每次都被 newly屬於 全身分成功